主位行者 我们应该也有发现 现在的人比昨天晚上少了不少 这个就是因缘 有些人真的很想参加 但是他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我们佛法来讲就是没有福报 就没有条件 他福报再大 他只要不动那个念 不下那个决心 一样就不能参加 所以我们刚刚 大概环境整个稍微认识了一下 那当然我们也会赞叹 这整个环境 还有整个建设建筑都还不错 那当然这些硬体的建设 就是要有发心的护法 那当然他们是护法 因为他护持了硬体 让法能够依着这个硬体来弘扬 但是比这个更核心的 那当然就是常驻 就是信徒 那常驻信徒更核心的 就是依法奉行的 就真正有在修法 那真正的是护法 因为你如果不修法 法怎么连续 怎么表现呢 所以真正的护法 是依法奉持的 是真护法 是内护法 那当然就是 鼓励的 参与的 这个也都是护法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 参与的人 鼓励的人 那护法也就没有机会 那外面的这些建筑 或者整个道场的整理 像这些志工们 这些当然都是 很重要的护法 那这里面其实没有 没有大没有小 每一个人都随着因缘 那透过他那一个善念 然后来 去每一个去做 他觉得有意义的事 那因为每一个人 觉得有意义的事不一样 所以才会呈现 他的多样性 他的完整性 所以千万不要看清自己 你只要心存善念 尤其我们学佛的心存佛念 随时一心想 我一定要成佛 在还没有成佛之前 我要护持 走这一条路的人 让他们都先我而成佛 这就是菩萨的精神 菩萨的理念 不急着自己成佛 希望一切众生 都比我们更早成佛 那些成佛有没有比你伟大呢 你虽然还没有成佛 其实你比那些成佛的还伟大 所以成佛没有什么伟大 成佛只是找为我们的自己 把我们自己完整的表现 就这样而已 所以不要把成佛当成一个 好像高不可攀 或者我们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不要这么想 这么想是错 我们最老实的想就是怎么想 我们有佛性 我们有成佛的本质 有成佛的基础 那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成佛 就这个样子而已 那什么时候成佛 因缘俱足就成佛 条件都够了 那时候就成佛 所以成佛应该是一个指标 一个最大的提升吸引力 不要把它当成你的负担 把它当成你的推动力 就在后面护持你 一直往这条路上走着 不要自己损自己的威风 一天到晚哀声叹气 觉得自己业障重 福报不够 你想那些想法通通不对 你应该要去认识你自己 你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 就拿你现在已经有的 来跟众生结缘 来布施 那就是最好的修行 如果连布施都不懂 我现在有发觉很多 好像学佛的人 我只能说好像学佛 因为他根本 整个基本理念都没有 就完全不懂布施 完全不懂 只在乎自己的得失 从来没有想说 你能够奉献给人家什么 斤斤计较 这样子怎么可能学佛 那是跟学佛的理念完全违背的 即使你境界程度再高 那个都跟成佛没有缘 一禅题 没有善根 那即使你已经学了佛 你还是用外道的想法 还是用自私的想法 那即使都已经进了佛门 还是学不了佛 因为那个彻底的错 根本的错 没有发现 没有去知道它 没有想办法把它拿掉 这样子的话 本质上就是还在粘在那边 虽然你的最深层的本质是佛 但是覆盖着你的通通不是 而且它还蛮坚固的掌控着你 而且更可怜的 更可悲的 是你完全听它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习气 也就是外凡夫 就彻底的凡夫 不仅仅里面 外面都表现出来了 如果说我们观念对 那偶尔还是会有不少 这些妄念产生 不如理的念头产生 但是我们知道 它是妄念 这个就变成内凡夫 里面还有凡夫的习气 但是它在还没有表现之前 你就已经看到 不让它表现 这个就已经是慢慢的走入 走入要成为圣者的阶段 所以修行是一步一步的来 那我们静坐呢 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所以也是一样 一步一步的来 不要想 一下子就想登天 没有那一回事 你要看到自己的 深的障碍 那你也必须放松了以后 不动了以后 才能够观察到 隐藏在你身体里面的祸害 也就是业障 我们在动里面 在动里面 其实没有办法去看 因为在动的时候 其实你动产生的障碍 不一定是里面的障碍 比如说跳高 那下来的时候 那姿势不太对 结果扭伤了 那不是里面的障碍 那是外面的障碍 你照做而形成的障碍 那是后来加进来的 外来的 但我们现在要除的是 除内在的 外来如果没有发生 你怎么去处理 所以一样的 如果我们一般的病 外面的病 那就找外面的医生 就可以处理你这些 感染的 还是什么这些 把它排除掉 但是你里面的东西 就要靠自己修为 因为那潜在 存在你身体里面 那这个最简单的还是 你不断地放松 静静地放松 慢慢地 那些就会让你发现 那你再更近 那些就会慢慢消失排除 我们可以打个比喻 我们修行就好像在剥洋葱 你一层一层的剥 那一层一层剥就 这个业障显现 比较粗重的业障 它很快就显现出来 把它剥掉 然后再显现 变成那一层皮 我们把它比一层业障 再剥掉 一层一层的剥 它没有显现 你就没办法剥它 因为根本就没有对象 你怎么去处理它 都要等它显现 你才能处理 所以在我们身体上 它只要有显现 酸痛 还是什么 不管什么羊 那个种种感觉 其实你都要 这样子来理解 这时候我里面的业障 已经显现出来的 我正好有机会 来处理它 而不是讨厌 又把它压下去 你这个讨厌 已经是一个负面的作用 再把它压下去 它潜藏进去 那就更严重 所以它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最好 就是用不反应 也就是所谓用疏导的 让它自然生 自然灭 因为它躲在里面 你没有办法处理它 它现在已经显现了 你刚好可以处理它 要用这种完全正确 而且正面的 有智慧的态度来面对 那你就慢慢的 从你身上所产生的 这障碍 你都不会恐惧 也都不会排斥 那这样 单这样就是说 即使业障现前 你都不是用 错误的看法 在看它 没有用错误的方法 再对付它 这样子的话 那个错误 一方面它可以消失 二方面可以避免 我们错上加错 用错误的观念 用错误的方法 用错误的手段 错误的态度 去处理业障 通通会越处理越严重 所以我们只要 有点智慧的 想学活 当然多少要具备智慧 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看法 那有时候正知 正念 那这样慢慢 一方面内在的智慧 就会越来越坚固 二方面外在的这些业障 就会一层一层的 随着缘 就让它消失掉 就好像我们在这边 参加七日禅修 一定会有很多业障现前 那我们只要用对的态度 也就是放松 轻松 去面对 那就一层一层的剥掉了 剥 就是脱落了 它自然就脱落 你不去黏它 不去执着它 它必然要脱落 它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它一定要脱落 因为这个主人 已经不相应了 本来这个业障 是冲着这个主人来 但是这个主人 不相应 不相应 自讨没趣 当然走 那这个是一种形容 其实是 所有东西因缘生因缘灭 这时候因缘成熟出现了 那因缘再变了 所以自然就消失 那我们这个主人 没有加进去业力 没有 又把它加进去了 所以 它自然就是 自生自灭 那这个自生 从哪里生 从我们的业种子生 就八四田里面种子生 生了以后 起现行 现行了以后 跟这个主人 完全不相应 它就不会又变成 种子进去 就这样 就脱掉了 生起来脱掉 生起来脱掉 所以这个是 修行一个很重要 也是关键的一个观念 要这样修了 你才能够随缘 消作业 末再造新阳 不会再 已经业障已经够重了 然后又加上 新造的业障 那当然就 障上加障 这没完没了 所以 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 才能够真修行 那我们这样 一层一层的波 一样的 身体如是 那 思想更是如是 设法这样处理 明法 一样这样处理 起什么心 动什么念 都是业种子现前 它起现行了 怎么处理它 当然还是 刚刚那一招 一招走遍天下 就是这一份 如如不动的了知 觉知 不反应 那如如不动 就不反应 你真的如如不动 不是一无所思 了了分明 但是我就是如如不动 因为我知道 我的心 我的本来面目 本来就不振不减 不来不去的 怎么会动呢 本来就不动的 你如果真能做到不动 那就跟你的 那个心佛相应 那一动了 又跟妄想 跟凡夫相应 跟业力相应 把握这个原则以后 那慢慢的 所有业障都会消失 而且那一份心佛的功德 自然就一分一分的显现 去得了一分无明 就涨一分 如来智慧得相 就显现 不是增加 显现一分 你去一分就好像 这个 一个灯泡 那我们在上面 把它涂各种漆 一层一层的涂 那你去掉一层 它就会亮一点 去掉一层 就会亮一点 到最后 那一层的时候 去掉一块 它就那一块就亮 到最后 它就整个亮出来了 我们的自信就是这样 它本具的 其他都是外加的 我们现在要修了 是把外加的 一层一层的脱掉 一层的一层的去除 那外来的不是 不是宝 不是我们的东西 但是我们把它 当成我们东西 就譬如刚刚那一个 打比喻 本来是一盏灯 这个主人 为了要漂亮 然后就把它 加上颜色 这一盏灯 就变成 有颜色的灯 觉得这个色调 还不太对 再加一层 这个越加 越加就越 它里面那一份 就越显现不出来 而我们看到 它不能不承认 这是它 不能不承认 这个被裹满 尤其的不是灯 还是灯的外线 但事实上不是灯的 本来面目 那我们的心 就可以拿这个比喻 来理解 那你真的 好好的一层一层的脱 你就会越来越轻松 到最后禅宗 打比喻 就赤裸裸 当你把所有东西都 抛进了一切都 放下了以后 那赤裸裸的本来面目 就显现出来了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当然不是你想象的 赤裸裸长得什么样子 赤裸裸就一丝不挂 一丝不挂 就本来无一无 所以它的通透 的光明叫透明 通透的光明 那通透的光明 它的功德在哪里 通透的光明的功德 就无所不照 这就是如来智慧得相 不要把它想成 如来智慧得相 是我里面有什么功德 你如果那样理解 那我还是拿不掉 修半天还是 还是那我直我见 很坚固 所以就以 我们昨天所介绍的 我们身体里面的 五方佛的功德 智慧 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理解 大概也可以 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理解 我们转巴士成大圆禁制 什么是大圆禁制 它有什么智慧吗 它没有什么智慧 它只是如实以报 胡来胡现 汉来汉现 红来红现 黑来黑现 美来美现 丑来丑现 西方人来 西方人现 东方人来 东方人现 它只是如实以对 你是什么 我就显现你是什么 不争不解 当然不是 不是凸头镜 凸头镜呢 这样子的 你去鼻子特别大 眼睛小小的 你离它越近的就越大 离它越远就越扭曲 不是 大圆禁制 是一个很大 很圆满 不是圆形的 只要是圆形的 都一定有曲度 它造出来一定不准 所以那个大道 已经没有 没有曲率 就当一个东西 大大 大大无穷大的时候 你找不到它 就好像我们 也没有发觉 我们的地球 是圆的 我们还以为 这个大地是平的 以前 哥白尼因为说 地球是圆的 还被处死 这一个真正懂 实相懂真理的人 结果就被 教宗 被那时候 那个宗教当局 就把它处死 所以你说 宗教是迷信 还是真信 所以 当然宗教会 安慰人心 会让我们心 不那么狂乱 有所欲托 但大部分 的宗教 其实对你 生命的提升 究竟的提升 不见得有效 我们就好好看待 看我们现在的 台湾就好 不要看太多 看台湾 多少宗教 多少宗教的信徒 每一个人心里面 说不信宗教 但是事实上 都有一种宗教 就他心里面的 那个理念 信念 就是他的宗教 他只要信念是错的 他的宗教就错 所以一样的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都是佛教徒 但是正信的 有几个 决定 是不是佛教徒 不是外面的形式 而是你内在的 内涵思想 真的 所以这个 一定要懂得 你才会 自我 不断地要求 我所信的 到底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 我相信他的动机 是什么 你到最后 就会检验到 你的起心动念 到底对了没有 这样才能够 根本解决 才对你真正有用 不是心里面 想找一个依托 然后就去找一个 能够让你依托的 对象 结果呢 突生困扰 讲简单一点 男女都在 互相寻寻觅觅 幸福的婚姻 有多少 如果不是 互相迁就 你真的感觉 你很幸福的 有多少 比例相当低 你何尝不是 动过想法 想去找一个 真正可以依托的对象 动机是这个样子 结果呢 所以就代表 这个动机是错的 找不到这种对象 你自己都靠不住 你哪一个能让你靠 说真的 所以 我这样讲 并不是说在诅咒 每一个分音都是不好的 而是说 我们 那个想要对外 去找一个 可以依赖的对象 这个想法是错的 这个想法是错的 不可能完成 那我刚刚讲说 那个互相迁就 就是指这个 我知道你很爱我 那当然我也应该 好好的爱你 这就互相迁就 讲迁就比较不好听 互相成就 互相满对方的愿 这是有体贴心的人 但是这种体贴心 他高到某一个程度 危害他的至尊 或者他本身的利益的时候 这种体贴心 可能就慢慢就会变直 那曾经很恩爱的夫妻 一个念头 可能就毁了 因为互相去挑逗到 对方的极限 挑战到他的极限 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对 没有什么错 也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 都披着一层防护衣 这一层几乎都没有办法打破 没有办法挑战 除非他自己要挑战 就是要把它改掉 再换另外一件 到最后我什么都不穿 那就没有防护衣了 但是这个也就是把 我执的壳给拿掉 这个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真的确定无我 把这个我的假面具 给拿掉的人 已经是圣人 就已经没有人我执 没有人我执 那不简单 但是我们知道不简单 但是最简单就是 我现前的时候 我就把它拿掉 我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 是层层包覆的东西 不能一下子拿掉 但是当你发现它出现的时候 你是有办法 有能力把它拿掉 也是他现前的 我们说我道理是什么 我还是要讲这一句 你呢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是 什么都是就 每一个当下 你的起心动念 你的身体的表现 都代表你 你身心的当下 就代表这个你 这个没有我的我 这随时在改变的我 这个无常的我 这个很复杂 但是没有内在内涵 真正自信的我 每一个人都是 这样子的一个我 这个我有什么伟大吗 他自己都完全没有把握 每一个我都不能把握自己 但是他又要坚持我 这个就是众生的根本无名 这一定要很小心 而且一定要知道这一层道理 你才能开始修行 那既然是每一个我 都是当下的一个 缘起的表现 身心的表现而已 当下一瞬间 插弄插弄的表现而已 你不能修吗 绝对可以修 那最简单的修就是 我不理你 当下那个我就不见了 因为他马上要变 另外一个我出现 但我还是继续保持这样的 确定的态度 我就是不理你 那个我又消失 就一个一个假面具 就一层一层被你拆穿 脱落 这样你一直用这种 正确的态度修下去 那个真正的我 慢慢就会显现 假我一层一层的脱 假我是生灭的我 是业力的我 是喜气的我 是幻化的我 那是假我 自然就一层一层脱 到最后留下来 那个如如不动的光照性 明照性 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你真正的那个现前 这时候就可以称为明心见性 所以我们主事大德都会讲明心见性 我们也都会 拿着主事大德讲的明心见性 摆在我们嘴巴里面不断的讲 好像懂了 事实上完全只是嘴巴懂 其他通通不懂 而嘴巴呢 闭起来就什么话也没说 讲了 马上出去马上不见 嘴巴懂有什么意思 完全没意思 脑袋瓜董 起了这个念 想取那个词句 好像你懂 刚刚有没有 现在有了 现在有只是一个冥想 一点内涵都没有 那等一下又没有了 所以你脑袋瓜董 有什么意思 你的念头知道有什么意思 说实不保 完全没有用 所以这些几乎都是 只是表面的东西 真正内涵懂就懂 懂就懂 永远懂 永远不变 这是真懂 什么境界来都懂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没有一定的定力 你懂个什么东西 你读再多东西 再多书 再多经典 你懂什么东西 但是你如果不深入境上 你又懂什么东西 更不懂 至少我还可以假装懂一下 因为信息过 至少可以假装一下 但是我们也知道 那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吗 是真的还是假的 谁在说 你在说啊 你是不是真懂 你自己知道 被境界转就不懂了 所以真懂的人 一定不会被境界转 不会被假象骗 这时候你的 深入境上的文所成会 就已经到达你的思 已经变成你的内涵的一部分 而且在每一个当下 都用得上来 那修所成会 真懂 这时候真懂 所以 当然 还是要一层 一层得 不断地修 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 用你的心佛来修 好 我们 这一堂是静坐 那剩下一些时间 我们还是一样 选择一个 你确定到 之前不动的知识 那把它确定下来 到之前 你绝对不动 这是生的 自我要求 那新的自我要求呢 我从现在开始 我从现在开始到 KANG之前 我知道 我不能起心动念 我确定 我绝对不起心动念 那你是确定这个样子 但是他起心动念 会不会 那是他不是我 这句话有没有听懂 我绝对不起心动念 有起心动念 是他不是我 你这样 你就可以慢慢地分清楚 什么是妄念 什么是觉观 什么是真我 什么是假我 假我常常会骗你 但这个真我 其实随时存在 你只要 只要依着这个真我 就依着觉照 依着觉 不要依着事 依着智 不要依着事 那你就可以慢慢地 扮演好 你真正的我的角色 好 我们现在就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第一动 就是 家福 家福咒 你要怎么盘 你自己决定 家福咒 那三点着地 第一动 第二动 手等时 自己下 第三动 急直 肩 这个腰 你摸起来是平的 不要是突出来的 所以 有一点点 微微往前推 而不是 往后送 微微往前推 这样你才能够 直 急直 第三动 肩脏 第四动 这就是要 不要用力 但是 要挺胸 不要用力 就是 很自然的 做这样 不要含胸 要挺胸 急直 肩脏 第五动 头为腹 寒压猴节 第六动 舌底上额 第七动 眼睛保持 适宜的适量 这从外表上 看的外七支 接着 我们 刚刚是身体的要求 接着就是 气 我们也调整一下 那个气 顺便带着意 来做调整 首先 我们 深呼吸 深呼吸 就是从 腹部 你 要 现在要改变一下 你 呼吸的 惯性 就我们一呼吸 先从腹部 然后慢慢 提上来 就慢慢 满上来 从腹部 为什么要 挺胸 因为你如果不挺胸 你上来的时候 它 一定要 会扩胸 那你如果不挺胸 会有什么问题 到这边 它就憋住了 它吸不上去了 你一挺胸 它就可以 一直上来 一直上来 所以这样的气 才能够饱满 那一个人精神好不好 健康不健康 跟他的气 饱满不饱满 绝对有 绝对的关系 所以你看一个人 没精打采 就是没气了 一个人 那个 神清 气爽 就 呼吸 没有障碍 好 我们吸上来 吸到顶点 顶点 然后放松 头皮放松 脸颊放松 颈 肩 手背 手腕 放松 胸 背 腹 腰 放松 腿 静 脚踝 放松 这个坐下的肉 跟坐垫的接触 放松 好 再一次 吸 再吸 你只要吸满 你就会觉得 你头顶上 有一个力量 好 那个力量出现了以后 然后我们开始放松 把那个力量 顺着 就让它 一直往下 关照下来 抚慰下来 消除 所有 的 构胀 消除 所有的紧张 放松 再放松 从头 到底 好 再来一次 吸 再吸 再吸 放松 呼 一寸一寸的慢慢的放松 就是 我 好 想 我 来 说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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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感谢观看 到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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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